怎麼講呢 一九四九年以前 中華民國是存在的 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 共產黨出來叛亂 他是叛亂團體 他叛亂成功了 這個沒有錯 中華民國政府跑到臺灣來了 毛澤東在一九十九年十月一號 上天安門宣布 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 他講了這句話 這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從中華民國獨立出去了 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 就是兩個獨立的國家 這沒有什麼好講的 就是兩個獨立的國家 那麼那段時間以後 因為蔣中正想反攻大陸 所以說大陸還是我們的 所以這個就糾纏不清了 但是你從那個歷史上來講 本來就是獨立的國家 現在臺灣 台獨基本上是個假議題 就是誰在搞台獨 現在這一天當晚在炒作臺獨的 只有中國共產黨跟國民黨 他各有各的目的 共產黨炒作臺獨的原因是什麼 他要把這個一直維持一個 當作要侵略臺灣 攻打臺灣的理由 今天並不是說 你是國民黨 他就幫你當臺獨 你只要不跟他統一 你就是獨 就是這麼一個簡單的邏輯 我相信曹信誠好像也提過這個概念 你不同意就是獨 那現在中國態度 你譬如習近平講這些話 你已經很清楚了 這個已經沒有什麼好講了 而且現在台獨 不是統一 基本上沒有市場 張安樂跟我是好朋友 我跟他很好 跟他很好 他以前也跟我很好 我明天還會跟他見面 但是我跟他在這方面是完全是 他不會毒死你吧 不會不會 其實張安樂是個很明理的人 他有他的堅持 我很尊重他的堅持 我們在一起從來不談政治 從來不談政治 那另外還有一個外産人 我想提一下 以前江南命案發生之後 有一個叫象拔金的 我不曉得各位有沒有印象 他在美國的時候 因為是陳希里 江南命案發生之後 陳希里交代他 要到美國去處理 這個錄音帶的問題 他是外産人 我跟他從來也不談政治 但是他有一天跟我講 他說我唯一一個認識 外産人的綠營的人 他就講 他跟我講 我很感觸 他說你是他唯一的認識 外産人綠營的人 沒有沒有 他是我認識 他是綠營的 對對對 他是支持民進黨的 他支持民進黨的 他以前是台北早期 選蒙邦的大佬 那後來因為 這個陳希里很賞識他 他變成陳希里的一個軍師 那他有一次就跟我講 我非常感觸 他說 說等我們這一代人都死光了 台灣就和諧了 很有道理 我們這一代人不僅僅是外産人 很多本省人也是有這種想法的 對不對 在那個教育背景上長得很多本省這個想法 那他這個講的話 我真的很感觸 而且我也認為是這樣子 真的等我們這一代人死光 台灣就和諧了 台灣就和諧了 所以這個劉家昌他講這個話 我不贊成 但是我完全可以理解 它是什麼背景 因為我周邊很多人 我剛剛講了我百分之百 除了這個 這個剛才講的這個想法已經 他已經過世了 所以我們也沒把它算進去 都是這種心理 都是這種心理 這個梁大哥是外甥第二代 是 你文化新聞系跟你不來往 我正當新聞系也不跟我來往 沒有家人沒有朋友 而且還被打得湊頭 這個 我要講一句良心話 其實台灣人是很寬厚的 在民進黨執政之後 陳水扁執政之後 其實是民進黨人自己自我收斂 以後再也不談審計 再也不提國民黨時代 用外省人的優越感 怎麼壓制本省人 把台灣人當成這個第一級台灣人 不管是高考的時候的名額的限制 中華民國那個時候35省 每一省派名額 台灣人也是一省 所以考上高考的 考上普考的 外省人居多 而這些人呢 退休之後現在拿年金 就是深懶的 所以我覺得 剛才梁大哥講的是一個赤裸裸的現實 那就是外省第二代到現在 他們的生命已經進入晚年的時候 居然在人生的認知上面 還如此的被曹映成先生所說的殭屍病毒給感染 而沒有對人生的最後階段對於台灣的民主有那麼樣的一個自我的擁抱跟關懷 更可怕的是 蔣萬安現在打的都是這個牌 否則他為什麼會說他為什麼會說陳時中染指台北市 他說陳時中染指台北市 我唯一對抗邪惡勢力的陳時中的一個台北市長候選人 意思就是優越感高高在上 打的就是這個一個思維嘛對不對 一個迷失 那時期也在高雄長大 你算是也是外省第二還是第三 算你年輕第三代了 好 謝謝 我父母都是 都是嘛 那為什麼 為什麼那麼多的 我問這個問題有點不禮貌 就是我自己從1991年寫李登輝的1000天開始 31年被栽贓 抹黑 人格毀滅 然後這個完全是把你這個屍骨不存的打擊你 到最近還有 因為外省人不可以支持民進黨 任何一個外省人支持民進黨 他就把你拆解 曹新城是最新的例子 那剛才梁大哥說的是 為什麼那麼多的台灣人還執迷不悟 我覺得我會比較體諒他們 就是畢竟他們從小接受到的訊息教育 把他詢化成 我們是一樣的 我們是外省族群的這種思考邏輯模式 但是他卻的確沒有意識到說 其實在外省族群裡面 你們仍然是比較 人家是巧不起你的 對 仍然是屬於比較低階一點的 但是他因為 因為那樣子的教育培養使得他們會比較單一性的思考 比較不會有其他額外的思考 所以我覺得他們其實是比較單純 我覺得比較沒有反思的 然後被警覺 就是黨國體制思想教育 比較尋化 對 所以剛 我一直不太願意講省籍 是因為我的確知道說 也有部分的本省族群 講完不是在打省籍嗎 染指台北市要由我外省第二代去當台北市長 這個陳時中是染指 對 他用的詞很重 他用的就是這個 但是我會覺得說 照照抗室的優越感 但是我會覺得說 省旗這個事情其實在台灣 他畢竟經過這麼多年的時間 他的確有在慢慢的削減 雖然還沒有完全削減掉 所以像梁大哥說的 那些人都死光就結束了 嗯 梁大哥講話比較直接 但講完現在有一點 我覺得他是可能受到他的教主 戰鬥藍的教主的影響 不管是選舉的操作模式 或者是他的語言都有 都有趙少康那時候的影子 所以我們會很驚訝說 欸 蔣安是這個參選人當中最年輕的 可是他的靈魂卻是最老派的 他的講話的方式 他的用詞 他的語言 以及他採取的路線 都回到了趙少康那個時代的深藍路線 譬如說他今天跑去這個軍系 黃復興黨部去召喚這些選票 因為他擔心黃復興黨部的選票 可能會被黃森安搶走 就是說他不斷的往深藍那條路上走去 我覺得 呃 老靈魂的來自是因為他的副職輩 然後以及他現在戰鬥藍的最大的這個軍師 對於他的這一些拉扯和提點 使得他這種比較乖的比較巡化的 這樣子路線的蔣萬安 他就會乖乖的跟著那條路上去走 但是他就在撕裂台灣 因為他就把那個仇恨值 其實我是還蠻對於這一點 陳時中說他不願意撕裂台灣 而且我自己是看著民進黨 從黨外實開開始建黨到今天 好不容易兩次政黨輪替台灣這麼的民主 這麼的有國際光芒 連今天新任的英國首相都要挺台抗中 那個首相本來不是那麼的反中的這個立場 這個國際趨勢是這樣子 九天以後台灣人要投票表現給國際看 我是還蠻敬佩民進黨人的這個收斂的 因為其實審擊牌他是刀的兩刃面 那在某種程度上面 台灣還是台灣人多吧 外産第二代少吧 對不對 所以今天因為劉家昌自己切出了這個題目 然後呢 對於曹新城先生的回應 他講的3K黨的意思 其實也是從種族上面來看 其實曹新城先生是間接的說 你們劉家昌趙康這些傢伙 就是有高度的優越感 而蔣萬安居然就被灌輸了 而且病毒化了這樣的一個思維 如果為了勝選而這麼不擇手段 這樣的政治人物的前景會是如何呢 我們來看一下 你的矽骨經驗被稱為是矽骨笑話 可不是被栽贓的吧 initiative 來自行 我會見到 在 你 你 你 我